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丁点嘲笑上帝的话语 这时候身患疾病 去了医院也得不到医治 生活中没有人员 做什么都不会顺利 而且导致子孙三四代很是辛苦受累 人生道路一片漆黑 生活上没有盼头 在今天我们靠着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的命运得到变化吧 马太平八章十三节我们读一下一二 耶稣对百夫长说 你回去吧 照你的信心给你重全了 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 我们今天也要领受这好的祝福啊 在这里耶稣亲自对我们说 耶稣对百夫长说 耶稣正是为了大家和我道成了肉身 来到了这世上 是活生生存在的 肉眼看得到的 耶稣对百夫长这么说 那么百夫长曾经并没有信奉上帝 曾经也没有信奉耶稣 有些信徒说 我第一次来到主面前能行吗 大家知道 哪怕我是个色的柿子 只要上帝给我重新嫁接 我们也是能行的 所以任何人都是能行的 我们呼喊阿门 这一切都是能行的 百夫长曾经并没有认识耶稣 百夫长是一个军营里的高官 就用我们国家俗话来讲 下边有很多部下 就像小队长 中队长 大队长 那百夫长大概也就中队长 大队长这样的程度 他来到耶稣面前 当时那个年代 如果百夫长来找到耶稣的话 可能会被革持 甚至会丢掉性命 在那种危险的时刻 百夫长也来找到耶稣 这正是信心啊 献出生命来到找 献出生命能来找到耶稣 这正是信心 而我们呢 却不愿意献出生命 而且我们确实想献出生命 做不到 却做不到 稍微犯困 打顿了 就不愿意来到主面前 这么小小的事情我们都做不好 怎么能献出生命呢 好多人说我们太累 太疲乏了 是的 往往这时候 生活上也是困苦 不顺利 儿女也不顺利吧 百夫长他什么都不知道 对耶稣也一无所知 而他知道 如果他来找到耶稣的话 他会被革持 尽管这样 他为了他的仆人来找到了耶稣 这时候他的仆人得到了医治 这正是靠着信心得到的医治 耶稣告诉他 照着信心为你成就 我们今天来领受这信心 这信心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 如果今天我们能够领受上帝赐予我们的信心 这时候我们家里的家人 我的员工 我的下属 也都能领受这好的祝福 我们今天来领受这么好的祝福吧 而百夫长靠了什么 百夫长是有了信心呢 是有了这信心 只要有了这信心 我们就能得到允许 甚至家里的家人 我的儿女在海外 在国外留学呢 没关系 这仆人是百夫长的下属 也得到了医治啊 这信心是什么 信心正是让我们得到成就的 这信心正是让我们得到允许的 我们再来读一遍 马太平八章十三节一二 耶稣对百夫长说 你回去吧 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 阿们 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 阿们 这并没有过几天 是当时立刻他的仆人就得到了医治 上帝医治我们的疾病 赐福于我们 使我们的儿女得祝福 这并不是说等到明天后天的 是正在现在 是立刻让我们能得到 立刻能成就的 上帝是活着的 任何人都是能行的 比如说这朵花 我们剪掉 重新接上其他的花 那就变成其他的花了 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三节 好多人说 好多人说我们是做上帝的功 什么 怎样的人才是上帝的仆人呢 好多人说牧师是做上帝的功的 但是哪怕成了牧师 祷告得不到允许的话 那也并没有做上帝的功了 我们找一下 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九节 好多人说 我在做上帝的事情 我要被派遣到国外 做宣教师 如果我的祷告得不到允许的话 说明我还是个假的 哪怕在海外宣教 也是个假的宣教啊 每当祷告的时候 能得到允许 这才是做上帝的功 做上帝的仆人 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九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一二 耶稣回答说 信上帝所拆来的 这就是做上帝的功 阿们 信上帝所拆来的 这就是做上帝的功 这才是上帝的仆人 上帝派遣了谁 上帝拆来的是谁 希伯来书五章 是耶稣基督啊 耶稣基督正是上帝所拆来的 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 告诉我们 曾经在旧约里所现的凡计 这一切都废除了 不需要了 所谓的账目 这一切都已经 废去了 这已经都被完全了 被耶稣基督完全了 希伯来书九章十章都有记录啊 好多人说我们做上帝的功 非要做牧师 做了牧师才能是做上帝的功吗 哪怕成了牧师 得不到允许的话 并不是做上帝的功 做上帝的功 是要信上帝所拆来的 就是信心啊 信心拥有信心才是做上帝的功 这信心拥有信心的时候 使我们家里的仆人也得到医治 我们呼喊安门 我们好多人说做上帝的功 做上帝的仆人 耶稣告诉我们 怎样才是做上帝的功 是上帝的仆人呢 我们要得到允许 照着信心如实得到成就 这才是做上帝的功 做上帝的仆人 因为六章二十九九 我们再读一遍一二 耶稣回答说 信上帝所拆来的 这就是做上帝的功 阿们 我们好多人说 哎呀 这个人是做牧师的 那个人是传道人 所以就是做上帝的功吧 不要这样再自作多情了 我们拥有信心的时候 照着信心如实为我们成就 拥有信心的 这才是做上帝的功 上帝的仆人呀 好 在座的各位 我们都认清一下我自己 我是什么样的人 什么是信心呢 拥有信心是一定得允许的 信心是一定得到上帝的回应 一定得到上帝的允许 拥有信心 信心才是做上帝的功 耶稣亲自告诉我们的 这是来自上帝的声音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大家面对上帝的话 连阿门都不喊 怎么能得到允许呢 我们真切地做四阶段悔改 进入到基督里 使我们祷告得到允许 因为靠着基督的保险洗罪 认罪做四阶段悔改 进入到基督里 这时候使我们领受信心的礼物 信心正是要做上帝的功 拥有信心的时候 使我们仆人也得到医治 那么这信心 怎样才能得到这信心呢 这信心是从哪儿得到的呢 我们找一下 以福所说二章八节 这信心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礼物 上帝在哪里才能遇见呢 当我们进入到基督里 使我们遇见上帝 使我们得到上帝赐予我们的礼物 这信心 以福所说二章八节 好多人来到我朴牧师面前 大家要认清楚 如果我朴牧师祷告得不到允许的话 那说明我也是个假牧师 是出卖耶稣名 利用耶稣的名 光为了出自的名声 是个假的牧者了 罗马书十六章十七节 我们为什么总是无法分辨呢 我们说这个人搞牧会生涯很久了 祷告得不到允许 那就不叫做上帝的功 不叫做牧会 所以不要被欺骗 也不要再骗人 也不要再说谎了 百夫长第一次来到耶稣面前 他的祷告却蒙允许了 这正是因为百夫长有了信心 照着百夫长的信心 如实得到了成就 这信心正是做上帝的功 信心正是做上帝的功 我们做上帝的功 这时候我们的祷告都要蒙允许 那这信心到底是什么呢 拥有信心的时候才是做上帝的功 因为这信心是来自上帝的礼物 以福所说二章八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上帝所赐的 阿们 好 突然说我信 我信 我有信心 不要再骗自己了 这信心我们自己不可能有的 这信心唯独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礼物 我们今天面临了问题 面临了一些痛苦 始终得不到解决 说明我的祷告没有得到允许 说明我还没有这信心 只要今天能得到信心的礼物 我们的祷告能蒙允许 眼前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所以在这时间 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领受这信心 我们呼唤阿们 这信心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礼物 我们找一下诗篇 四十六篇 五节 在这时间 谁帮助我们 是上帝在这凌晨时刻帮助我们 上帝是全能者 创世纪十七章一节 全能者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能得到上帝的帮助 当我们拥有信心的时候 这信心正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礼物 我们找一下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 上帝是在基督里面的 上帝是居住在四季段悔改里面的 当我们靠着基督的宝血 洗罪认罪 真切地做四季段悔改 直到有感恩感谢为止 进入到基督里 这时候使我们遇见上帝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好的信徒 我现在孤零零一个人来到了主面前 尽管这样 我家的丈夫 我的父母 我的婆婆 我的亲家 我家里的员工 我家里的外甥 都能领受这祝福 我们呼喊阿门 这正是拥有信心的时候 使我周围所有的人 使我的家人都领受这祝福 这正是拥有信心的时候 做上帝的工 就是照着信心来生活 而好多人并没有拥有信心 光嘴上说 做牧师 做传道人 上帝说传道人 传福音 我们只传什么 只传基督的奥秘 哥罗西书四章三节 没有基督奥秘的 都是要去地狱的 哥罗西书二章八节 所以这一切都是要靠着基督 上帝是在哪里 使我们得到帮助呢 在这凌晨时刻 上帝帮助我们 医治我们的疾病 赐福于我们 上帝赐予我们信心 使我们去天国 而这位上帝是在基督里 我们今天是来遇见 这位在基督里的上帝 这是多么多么宝贵的呀 格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二 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 教世人与自己和好 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 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 托付了我们 阿们 在这时间上帝赐予我们信心的礼物 使我们照着这信心如是得到成就 照着信心如是得到成就 照着信心如是得到允许 这才是做上帝的功 才有资格做牧师 所以当今假的牧师太多太多了 甚至都无法感触魔鬼 大家不能否认圣经 如果我们否认圣经 是要去地狱的 而且身患疾病也得不到医治 真因十三章十三节是走向败坏的 导致使我们的子孙三思在也走向败坏 做上帝的功 我拥有信心的时候 照着信心如是得到成就 照着信心如是得到允许 这才是做上帝的功 而这信心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礼物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去遇见上帝呢 我们要进入到基督里 我们才能遇见上帝 在基督里是使我们合一的 我们找一下罗马书十二章五节 我们在基督里合一的时候 就不会结党结派了 在基督里有上帝 我们靠着基督时 我们得到信心的礼物 以复所事三章十七节 我们在基督里 做四阶段悔改的时候 得到信心的礼物 领受了这信心了之后 传上帝的福音 这才是做上帝的功 好多人说我做了四阶段悔改了 不要再骗人了 我们真切地做了四阶段悔改的时候 向主献感恩感谢的时候 我们立刻能得到主的帮助 好多人没有得到允许 没有得到帮助 说明我还没有真切地做四阶段悔改呢 来到我瓢牧师面前 我一定会讲实话 刺痛到大家的心灵的 我们做了四阶段悔改 基督里是完全受洗礼 自己自我完全死去了 我的自我完全死去的时候 不可能有自尊心 一个死师是没有任何动静的 我们总是带着自尊心 逞强 希望别人来抬高自己 来认可自己 这都是自尊心的作怪啊 不愿意谦卑降卑下来 受洗礼是自我完全死去啊 像一个死人一样 我们要受洗礼才能赶走内心的恶魔恶鬼 没有受洗礼的时候 内心还是属魔鬼的 拥有信心 使我们的祷告得到允许 这时候才是做上帝的功 做上帝的功 正是祷告蒙允许 拥有信心的时候 这信心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礼物 我们怎样才能遇见上帝呢 我们要进入到基督里 才能遇见上帝 基督是让我们合一的 如果我们没有合一 是不可能去天国的 罗马书十二章五节 结党结派的并没有跟随真理啊 罗马书二章八节 否认了真理 真理可是上帝的话语 愿福音十七章十七节 否认上帝的话语 这都是要去地狱啊 结党结派 都是否认了真理 才会结党结派 没有跟随真理啊 罗马书二章八节 罗马书十二章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以二 我们这许多人 在基督里成为一生 互相联络 做肢体 也是如此 阿们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好多人说 我们来到教会了 我们是不是合一了呢 不是的 只有靠着上帝的奥秘 真切地做基督当悔改 进入到基督里了 我们才能是合一的 我们虽然坐在这里 一屋里坐了一百个人 一千个人 而我们没有在基督里 合一的时候 还是属于基督外边 我总有理由 总有自己的想法 总有自己的想法 这都是属魔鬼的 是基督外边的 这就是跟猪狗一样了 成了猪狗 怎么能和人来一起探讨呢 没有信心的时候 跟猪狗是一样的 马太坟三章十二节 我们教会容不下拜子 我们教会不是来收 收纳垃圾 不是来收纳拜子的 那么我们好多人聚在一起 就合一了吗 好多人聚在一起 一口喊着 耶稣就是合一了吗 我们一起口上喊着 基督就成了合一吗 不是的 怎样才是合一呢 我们一定是要进入到基督里 罗马书十二章五节 所以我们一定要靠着四节奖悔改 做四节奖悔改 罗马书十二章五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我们这许多人 在基督里成为一身 互相联络 做肢体 也是如此 阿们 这一定是在基督里面 在基督里才是一个肢体 有些人说了 哎呀 这足球队 足球队 那足球队的成员 就成了合一了吗 成了一条心了吗 我们找一下马太飞二十四章 三十九节 我们以为我们组成一个团了 就是合一了 是一个肢体了 比如说唱诗班的成员们 每天一起聚会唱诗 这应该是合一了 不是的 我们真切地靠着基督的保写 喜罪认罪 真心地做四阶段悔改 直到有感恩感谢为止 进入到基督里 因感谢 献给主感恩感谢的时候 进入到主的家里 这才是真实的合一 其余的都是属魔鬼呀 我们没有进入到基督里的时候 所献的礼拜 那都是献给魔鬼了 格林多前书十章二十节 马太飞十五章十四节 哪怕站在眼前的牧师是假的 那带着信徒 所献的礼拜都是要去地狱的呀 马太飞十五章十四节 并不是说我们今天聚在这里了 大家知道上帝告诉我们 两个女 两个人一起推磨 两个人也没有成为一条心 没有 也不是合一呀 一个被取走 一个被撇下 马太福音 二十四章三十九节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九节 我们读一下 一二 不知不觉洪水来了 把他们全都冲去 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阿们 我们国家为什么这么多洪水 当今的世界为什么总有洪水 我们人就是这样 面临死亡还不领悟 还不醒悟呢 生命节二十八章 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我们听了上帝的话语 还嘲笑还不听 上帝没收了钱财 我们还不醒悟 这时候上帝就给我们降下自然灾害 有地震 有山火 有洪水 就全消除掉 遇到洪水 我们还不领悟啊 真言四章十九节 遇到事情还不领悟 就是个恶人啊 我们家里出问题了 我身上有了疾病 遇到不困难 遇到一些困难的事情 不顺利的事情 这时候赶紧领悟 我是个遭受灾难咒诅的呀 我还不领悟 都要说明我是个恶人呀 那尽管这样 我们今天靠着基督的保险 洗罪认罪 做四些段悔改 我们也能行 任何人只要靠着基督的保险 做四些段悔改 求饶恕 我们一定是能行的 做上帝的功 怎样才是做上帝的功 拥有信心 才是做上帝的功 拥有信心的时候 我们进入到基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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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合一了 不靠着四阶段悔改 是不可能合一的 不靠着基督的奥秘 是不可能合一的 好多人说 没有做四阶段悔改 也合一了 那真的是在说谎的 那是个骗人的呀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都睁开双眼 我到底在听 什么样的讲道 我到底在去 什么样的教会 好好分清楚啊 就比如说 这唱诗班在唱诗 那么唱诗班的成员 每个人领受的恩典不同 有各种各样的才华 说哎呀 合作特别的协调 说唱诗的这效果特别好 声音也很协调 很美丽 那么那这唱诗班 这成员就合一了吗 并没有进入到基督里 就合一了吗 我们光聚在一起 排练了几次 就合一了吗 不是 唯独在基督里 才能真实的合一 动物是不可能 进入到基督里的 动物是不可能 进入到基督里的 上帝告诉我们 基督外边的都是动物 而且是灭亡的处类 灭亡的动物 我的疾病 为什么得不到医治 说明我心里 根本就没有信心呀 我们人为什么得不到医治呢 因为根本就得不到醒悟啊 马太福音24章40节 我们读一下 一二 那时两个人在田里 娶娶一个 撇下一个 阿们 两个人在田里一起干活 那这俩人一起干活 就成了合一了吗 不是的 一个去了天国 一个被撇下 我们以为聚在一起了 一起做事就是合一了 以为唱诗班 一起搞运动 一起搞组织 聚在教会里 就成了合一了 不做四阶段悔改 没有进入到基督里的话 是不可能合一的 我们要进入到基督里 只有在基督里 使我们得到信心的礼物 这信心是上帝 赐予我们的礼物 我们得到了信心的礼物 才是做上帝的功 这时候才能得到允许 祷告得到允许 祷告得不到允许的时候 说明我没有信心呀 我并没有进入到基督里 并没有进入到基督里 怎么能做上帝的功呢 并没有进入到基督里 并没有进入到基督里 怎么能成了合一呢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首先我们认清 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进入到基督里 我们根本就没有合一呢 在这里有两个人 无论是两个女人 还是两个男人 无论他们一起干活 也没有合一 第41节我们再读一下 一二 两个女人推磨 娶娶一个撇下一个 阿们 哪怕是两个男人 两个人应该能合一吧 而这两个人合一了吗 并没有 两个女人合一了吗 并没有 只有在基督里才是合一的 只有在基督里才是一条心 不做四阶段悔改 不靠着基督的保险洗罪认罪 光搞一些组织运动 就以为能合一了 所以不要再被欺骗 也不要再骗人 大家要分清楚 要懂得分辨呀 今天我们首先认清自己 我到底是怎样生活的 在这凌晨 每个凌晨有上帝的审判 上帝帮助谁 上帝只帮助在基督里的人 拥有信心的人 我们今天要靠着上帝的帮助 使我们的疾病得到医治 使我们战胜一切的困难 党住一切的灾难与咒诅 使我们战胜一切的贫穷 使我们把好的祝福 留给子孙万代 子孙万代 这才是在基督里合一的人 成了合一的 在基督里的人 才是上帝的仆人 罗马书二章八节 当今的教会 结出这么多党派了 结党结派 这都是没有跟随真理 是属魔鬼的 这时候能去天国吗 在基督外边 能去天国吗 大家都要分清楚啊 都要分辨 这一切是上帝的话语 如果我们藐视上帝的话语 是要遭受灾难与咒诅的 真言十三章十三节 是走向败坏的 而且很是凄惨 是一篇一百零七篇十节 我们恨恶上帝的时候 生活中一点人缘都没有 遇到事也得不到帮助 好多人说 我这辈子怎么这么倒霉 没有人帮我 这都是因为我们犯了 恨恶上帝的罪 藐视上帝的话语 我们的祖先也这样做了 我自己也这样做了 大家不要把罪恶推协给祖上 只要我认罪悔改 我悔改祖上的罪 我的罪就能得到医治啊 我的罪就能得到赦免 我们呼唤阿门 使我们的家人 使我们的亲戚朋友 使我们周围的人都来领受上帝的祝福 我们呼唤阿门 这才是拥有信心 这才是信仰生活啊 我们呼唤阿门 这才是信仰生活 拥有信心才是做上帝的功 拥有信心才是合一的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这是多么多么宝贵 多么可贵的允许啊 我丝毫没有任何理由的时候 心愿一定是得到实现的 这多好啊 上帝进入到我心灵里 这时候是拥有信心的 我们找一下 菲利比书二章十三到十四节 这时候不可能有抱怨 不可能有理由 不可能有吵架争吵 受洗礼是完全死去了 在基督里是合一的 好多人总有理由 总不乐意 总不乐意 总爱搞是非去讲道理 这时候上帝不可能与我们同在 愿意书二章十九节 我们的行为都一一暴露出 我们是什么样的状态 我的行为上都表露出 我并没有进入到基督里 光嘴上说我做上帝的功 这都是在骗人的 大家也不要被欺骗 提督书三章三节 我们被欺骗 说明我们也是一类人 才会被欺骗 这都是害死子孙三四代的 我们要清醒过来 警醒过来 什么是信心 大家今天领悟了吗 拥有信心是要得到允许的 拥有信心的人 祷告都得到允许 信心正是要做上帝的功 信心是要合一的 在哪才能合一呢 夫妻之间如果真实的合一了 还会相互不乐意吗 好多人说这个人总在犯错误 我不要去考虑人家有没有犯错误 我要保持在基督里的生活 我身边是黑暗 那我就一起跟着黑暗走了吗 不是呀 我要保持在基督里生活 持守基督给我的光啊 今天遇到问题了 问题得不到解决的 在今天来得到允许吧 在今天得到允许吧 这一切都是能行 是可行的 我们呼唤安门 使我们家里的家人也得到医治 我家里的仆人 我家里的丈夫 我家里的家人 我家里的丈夫 我的妻子 我的儿女都能得到祝福 《非力比书》二章十三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因为你们励志行事 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 起争论 阿们 这正是信心呀 这正是做上帝的功 做上帝的仆人 这才是做合一的 好多人说我们搞合一吧 搞一些运动 心里明明心怀而已 光搞组织光搞运动 这真的是在合一了吗 不要再骗人了 夫妻之间都没有合一 我心里都没有成为一条心 光搞一些运动组织 这是合一了吗 唯独在基督里 当我们拥有信心的时候 才是合一的 结党分派 在党派中 然后光说自己有信心 这都是在骗人的呀 我们在回到 马太福音八章十三节 这是多么多么宝贵的呀 这太宝贵了 这么好的祝福 这么好的允许 所以不要再担心忧愁了 不需要担心忧愁啊 全放下 全扔掉吧 自尊心全扔掉 全放下 相信我们一定是能行的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或许有些信徒说了 哎呀 我家孩子 我真的是辛辛苦苦养大的 如果我家孩子能来这里听讲道 该多好啊 您的想法真是多余了 只要您好好信 您家里的儿女 上帝自然就负责了 不要担心忧愁 担心忧愁一定是走向败坏的 我担心什么就成了什么 有些信徒说 哎呦牧师 我家的丈夫能来就太好了 又担心了吧 别担心啊 相信这一切都是能行的 马太福音八章十三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耶稣对百福长说 你回去吧 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 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 阿们 你回去吧 你家里的那仆人也得到了医治啊 照着信心如是为你成全了 家里的仆人 家里的仆人都得到医治 只要我拥有信心的时候 家里的家人 儿女都能得到医治 我们来领受这好的祝福 呼唤阿们 这时候祷告蒙上帝的垂听 使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兴盛 这一定是能行的 真切地祝愿大家领受这祝福 得到幸福 心愿得到实现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我父啊 您实在是真好 感谢上帝赐予我们如此庞大的拥许 使我们向主献感恩感谢 从而使我们有资格向耶和华恳求 使我们领受这一切 我们一起来呼唤主啊 来认罪悔改一二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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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感谢您 主啊 我们感谢您 求主使我们领受这庞大的祝福 照着信心如是为我们成就 您告诉我们 拥有信心正是在基督里合一的 而我们如果还在结党结派的话 求主使我们赶紧领悟 我心里根本就没有信心啊 您告诉我们 做上帝的仆人 正是祷告得允许的时候 才是做上帝的仆人 求我父使我们的祷告 蒙上帝的垂听 得到允许 也许